哈喽,大家好,耳湾地产经济人Cocozy 我今天来到了耳湾的北部的一个社区 这里是130万就可以买到一个三房的新房 它是一个condo,这个户型其实是特别常见的 在耳湾的Woodbury,Stongate这两个社区也都有同样的户型 一进门左手边是客厅、餐厅 进来以后是厨房 还有一个储藏间,通常在美国的房子楼梯一间 楼梯的下面都是一个储藏间 可以步入式的储藏 这里就是厨房,一些家电,电器都是建商可以带的 从到冰箱之外 这里有做了一些的升级,包括柜子的门还有大理事的台面 包括这面墙都是建商有升级的部分 如果你买到了房子,那需要你自己来做一下这方面的装修的升级 可以自己做,也可以跟建商做 那通常在这边的新房都是有六个造眼 可以同时做六道菜,并且还有烤箱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他们经常在家里开party 没有去外面餐厅吃饭的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 因为他们的家里同时可以充足很多人一起跟餐 另外一个和国内的设计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导的下面的垃圾桶 它是一个嵌入式的 在这边所有的垃圾桶的规格都是一样的 在超市里很容易能买到同样尺寸的垃圾袋 这个是每家每户都必备的一个洗碗机 它可以节约我们大量的时间,解放双审 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 这是车库,尔曼所有的房子 不管是多大,先进去,随便用一个玻璃来展示 尔曼所有的房子,不管是连排还是独立 都是双车费的车库 这里就是它的一个小院子 作为一个130万的房子 在尔曼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院子 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可以满足一些的功能性 就能让家人在这里面小聚一下 但是如果要更大的地银,那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下面我去楼上看看卧室 上来呢,右手边是主卧 这里是主卧室,那这边呢是它的衣帽间 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的话 我们是在主卧里会喜欢打柜子 但是美国这边的房子呢 都喜欢做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这里呢,它有做了一个衣橱,衣帽间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二楼的客厅 可以用来做书房啊和大家休闲的一个空间 这边呢是洗衣机和烘干机的洗衣房 另外的两个卧室呢分别都是套房 在两千尺的房子里有这样的两间卧室 并且是套房的卧室 都是非常好的设计 并且这个卧室的面积持续非常好 它的窗子很大,并且有两面 所以这个房间在天气好的情况下 一定是采放非常好的 这里是它的全美的洗手间 面前是五寸 面前是五寸 就过是这面墙的床子 现在这个房间里放的是一张座 我觉得画一张柜的床也是可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